打着进口家具的名号竟然变成了走私毒品 而且吃茶这市价超过了10亿元 有一个贩毒集团跟家具业者合作 从大陆进口量饭家具 结果趁机在家具的缝隙当中 夹杂了大量的K他命 警方跟进了半年 早就锁定了这个集团 趁着今天货柜进入高雄港一举破货了 而令警方惊讶的是 这些K他命数量庞大 总市价超过了10亿元